現代人 真的很忙 欠無路的時間 也在省 電影 跟遊戲 都是濃縮版的 看著看著就開始打分手 做評論啦 但這樣做 真的是給自己 湊西很多活動作品 就拿伊蘇八來講 丹娜的允替日 只有情勢完 才能體會其中的奧妙 他的戰鬥系統 深入遣出 不擅長動作遊戲的玩家 可以早早閃 遠遠打 穩定輸出 平安回家 離心的地球刺激的 可以競到最後一刻 再來對應 想辦法活動清淨時間 讓電影背心慢動作 防禦者能讓全身無敵 扛下所有攻擊 如果是可不可以玩 就會覺得 這個遊戲 怪物 怎麼都是地頭 只要打一打 冒出藍黃條 就可以擬入無人之境 亂殺一通 但要到達這個境界 必須觀察對手的行動 同時壓抑攻擊的程度 抓到最佳時機 按鈕 才有可能辦到 忍耐之後 獲得回饋 當下的所快 只有操作者能懂啊 再來說這遊戲 外部的配置 當外面上的電影太多 特別是無鬧過操 素量太少 又不夠痛快 連續 連續不完善 戰鬥頻度過高 就會忘記自己 剛剛走斷了 反之欲敵凌散 又容易迷失在風景 很無聊啊 你這個伊蘇伯 跟伊蘇伯這招 處理得非常漂亮 探索賣說 開通風雅 都是瘦剩瘦剩 一路上 過關斬將 疾風路頭 沙沙沙沙沙 給它輕過去 後來三不五時 又配在幾個大腳 弄一下路咧 讓你情食虐菜 偶成敵 快感刺激 兩相宜啊 用看的 自己覺得伊蘇伯 緊不然弄來弄去 沒什麼程度 但用完的 絕妙的遊戲體驗 就是死人欲罰不能 說到這個求情 事情上就是 人色精美 卻建模落後 演出生動 而力度不足 古史正統 等各種老套 一個蛋 兩個蛋 三個蛋 勉勉強搶60分啊 完 所以說啊 我算過沒算過 差很多嘛 主角等人 躁鬱傳染 漂流到孤島 一開始兩手空空 毫無頭緒 很不簡單 射到吉他成文者 所以他還要拿到 中古的古書來實際 和你困境 他們團結起來 建立起臨時存落 一邊抵抗怪物 一邊尋找出愛的方法 最好將他改善台灣姬妹 講到你生氣 你這個 中無到有的規定 實際上這補一腳印 慢慢的走過來 即使劇情很好拆 依舊無損於這份濃厚的感動 真正有勝貴 都也讓醫師伯 真冠軍 好 下結論 看別人領獎 大家的反應都是 阿不就好棒棒 拍拍手 希望越早結束越好 但換成自己上台 就是往事麗麗在目 牽頭挽去 用上心頭 一股難以形容的激動 衝上眼空 化作淚水 滾滾而出 時間了 請永遠停留在這一刻吧 看別人 跟自己來 就是差你罪嘛 所以別再用看的 一定要親自玩 才知道 丹娜的雲梯日 到底有多神